南韓醫界反對政府擴大招生 醫學生的抗爭 聲鬧得沸沸揚揚 儘管法院二審宣判 政府的增援方案 就有正當性 但仍有超過九成的住院 實習醫師拒絕回歸崗位 表達抗議 目前許多大型醫院的手術 時程被迫延到 醫科教學現場 與前線的醫療體系 危機重重 讓民眾深感憂慮 請看公視 國際記者楊潛豪 來自首爾的採訪報導 南韓醫界反對政府 擴大醫學院招生的抗爭持續 儘管法院於五月十六號 二審判決 認定增加招生有必要性 醫界仍表示將持續上訴 法院的判決 讓政府有如私下定心丸 宣布明年起增收一千五百位醫學生 面對窘境 原本表達全面反對增收的醫界 態度出現些許改變 截至五月二十八號 仍有超過九成的實習與住院 醫師 尚未復歸 以表達抗議 不僅醫院手術時程被延宕 也因曠職超過三個月 無法參加資格考試 面臨留級危機 醫科教育與醫療差池長期化 對此 醫科教授呼籲大眾予以理解 近來 南韓包括小兒科 婦產科等基礎項目 出現醫學生暴讀缺額擴大 許多限職醫師 為求更好待遇 轉往醫美發展 首都圈以外的地區 則出現醫療人力不足 政府因此祭出擴大招收 醫學生的方案 醫界則批評 政府為充分協商 就搬出增收千人以上的龐大數字 而當前醫科教授與設備 根本無法負荷龐大增額 加上少子化嚴重 擴大招生 只會導致未來醫療品質惡化 但面對醫界與政府對立 多數民眾都希望醫生們能早日回歸 調查顯示超過七成的醫界人士 對增收醫學生 表達反對或憂慮 但民眾態度則完全相反 有七成支持擴大招生 而南韓政府則軟硬監時 宣告擴增招生人數 無法改變的同時 對富貴的住院實習醫師 也會減少懲處 反對醫學院擴大招生的抗爭 已經持續超過三個月 沒有讓步的政府 與不願妥協的醫療界 對立持續 讓就因民眾的不安與優利增加 南韓認為這市場 沒有贏家的戰爭 以上是公事國際記者 楊千豪在首爾首都的採訪報導 よろしく思考 很多的 愛 丁 tip 在